Mazda 6 自2012年推出全新第三代Mazda 6 期間經歷多次新年試貨小改款 在休旅大軍壓境下依然保持競爭力 這次2020年是Mazda 6針對配備部分進行強化 在小改款的外型與內裝質感基礎上 攪出更具CP值的成績 展現出企圖越級挑戰豪華品牌的氣勢 本次試駕的車款為房車2.0旗艦進化型 外型上維持小改款時的樣貌 延續魂動設計與會 以深色鍍鉻網狀水箱護照搭配魂動之意 車尾則採用LED尾燈 鍍鉻4條尾翼與雙邊單出排氣管 營造出十足劇動感的背影 車尾也同時換上新版字體的 Mazda 6車型名牌與SKYATIVE GV4 全車看起來耳目一新 進到車室就會看到高質感的內裝鋪陳 以石木飾板與雞皮材質搭配真皮與金屬的細節 打造出看齊豪華品牌的車式水準 此次更加入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兩大手機連接系統 使整體便利性更加提升 同時7吋TFT全彩數位儀表 可透過方向盤上的快控鍵進行操作 將各項行車資訊顯示在儀表板螢幕上 同時還配有全彩的抬頭顯示器 直接投射在前檔風玻璃上 使駕駛更專注於前方路況 安全配備是2020年4的重點之一 全車系標配完整的i-ActiveSense主動防護科技 行中2拿CC全數位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能在0-145時速下進行作動 在車流量較大的市區與高速公路上都相當實用 可以解放駕駛的右腳 不需頻繁的切換油門與煞車 在系統維持距離的過程中 煞車相當柔和 有車輛插隊也會即時反應 另外還具備360度環境輔助系統 能將車身周遭景象顯示在8吋中控螢幕上 搭配上倒車顯影輔助 四眼式倒車雷達 能夠大幅降低視線視角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 防車版本仍維持2.0升Skyative G自然進氣引擎 搭配六速手自排設定 整體的輸出反應相當順暢 動力堪稱隨傳隨到 實際駕馭的反應十分有感 在保有清晰的路感資訊之餘 吸震表現也相當優異 過彎的支撐表現以及車尾的跟進反應也在水準之上 搭配上最新的GVC Plus系統 在轉彎時調整引擎扭力及單側煞車 以改善重心轉移 減少晃動幅度 不僅提供舒適的乘坐體驗 還能給予駕駛人水平之上的信心 整體而言 2020年式Mazda6房車 維持小改款後的優異外型 以及高質感的內裝鋪陳 同時標配兩大手機連接系統 以及豐富的主動安全 讓CP值提升許多 配合上品牌一貫強調的良好操控 在如今SUV當道的時代 能能保有不錯的競爭力